再见了 待了三个月的横点 我现在打算 在回北京之前 去一趟普陀山 当作是杀星之后放松一下吧 所以我们要前往的是 普陀山 我已经到普陀山了 今天天气好好地给你看一下 下面环境抱好 等一下 我可能进寺庙我就不会拍 因为庄严的地方不适合拍照 不适合记录 普陀山太美了 我刚刚从法语四出来 太美了吧 我都没有拍照 我这个拍出来是对这个地方的泄露 因为你拍不住他们那一次 太美了 你感觉真的没有美 怎么会这么漂亮 真好 就能出来逛街 看看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美好 太好了 今天心情就很轻松 蓝天 沙滩 大海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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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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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想在这儿待一层 但现在开始下雨了 所以我们要准备天心出岛 因为这次的普陀山之行 就算已经完结束了 我现在有一味道 准备去吃点海鲜 跑步也来一趟 还有边儿粉 吃了些煲 我特别喜欢吃海鲜 咱们都弄得咪 咱们都弄得咪 还挺鲜的 放点老干妈 我觉得它不够辣 你看吧 这才有颜色 现在吃完海鲜了 然后回酒店睡觉了 晚安 所以我们要进行的是 多山 希望过去那个地方 天气会好 好吧 刚好睡觉的时候 今天还在做的地方 OK 在刚刚5点03分 从15站有一站高铁已经开走了 我完美的错过了 坐在肯德基 等待下一班的车 因为我们要迷吃改签了 太难了吧 为什么一路这么多船 这是西天路上的考验 嗯 我现在眼睛肿了 好我想到我几个人去掉了 我终于坐上高铁了 然后在过半个小时 我要下车 换称另外一班高铁 到达宁波 现在已经换称结束了 然后又上了另外一趟高铁 坐一个小时到达宁波 就能到达宁波 黑心司机想收我高价 我是那种让他收高价的人 我也可以把省下来的700块钱 拿去吃 看不到吧 我现在在磕车上 我觉得这种意外的气息 会给你带来这件事 差不多10点 我们就已经到了周山了 然后兴致勃勃想打车 去那个马头坐船 因为我订的酒店在葡萄山上 就那个岛上 最后一班船在9点50的时候 已经开走了 所以我们就没赶上最后一班船 打电话问酒店 他说也不能退了 我又在那个软件上订了一个酒店 我今天这一趟的经历 完全可以出一本小说 太难了 太有趣了